红四轿车车头向下倒叉马路 几乎被摔成废铁 人驾驶大难不死 一度被困在车内 整起意外相当离奇 目击者表示当时车子在停车场 从四楼往下开始突然失控 直接撞上三楼围墙 车子像炮弹般破墙 直接飞出停车场 先凌空撞到大树后再往下坠 被撞回的围墙原本厚度18公分 意外后崩塌成碎片大量钢筋外漏 专家质疑围墙可能不够坚固 因为一般停车场的车辆车速不会太快 就算开到30公里 撞向墙深大约有4吨撞击力 应该不会撞穿墙 至于女驾驶为何开到停车场 是否踩错油门等都在警方调查范围 记者综合报道